深夜时间一群人在街上扭打在一块互相叫嚣 你推我我推你 一路从马路打到人行道上 完全不管其他人劝阻 警方到场后立刻将人压制 活报场面就发生在花莲市国联五路 日前凌晨一点多 古兴男子与朋友在酒吧喝酒 与同桌料兴男子发生言语冲突 同行的天心女子眼见场面混乱 找来朋友装姓男子带他离开 没想到庄男进门后又与古兴男子一群人起了口角 最后古兴男子与刚刚吵架的料姓男子联合起来 一起对抢装姓男子 双方从店内打到店外 随后一群人不欢而散 酒吧也赶紧拉下铁门避免被波及 警方赶到现场一一将人拦阻 车不要开 你们两个下来 怎么了 你们两个下来 他打我们你看我眼睛破人这样了 那我帮你处理啊你先下来 并将其待反所侦办 后续将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依法侦办 事发地点周边酒吧 KTV店面林立 现场包括鞋子佛珠手环 甚至连现金百元钞都散落在冲突现场 店家的大盆栽也被踹倒弄翻 而在高雄街头也发生斗殴事件 17号凌晨4点多在高雄大同一路上苏姓男子与刘姓男子喝完酒后在路边聊天 旁边的陈姓男子以为两人在揶揄自己的车辆 因此爆发肢体冲突 原警道场连忙制止 陈姓男子分别向其他两人提出伤害告诉 警方最后也依刑法伤害罪设为法送办 凌晨时间街头斗殴也让街头不安宁 TV的新闻高志宏杨琪花莲高雄采访报导